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ison 今天呢 我超開心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明天就是 Thanksgiving 感恩節了 我超開心的 因為可以回家了 因為呢 感恩節就是明天 所以我今天呢 上完早上八點 超早的課以後 我就放假了 因為下午的課老師說 把它取消 人很好 很有良心的 讓我們提早放假 感恩節呢 基本上就是 美國的家庭就很多都會聚在一起吃 很像我們的 年夜飯這樣子的感覺 那隔一天呢 星期五就叫做 Black Friday 令所有 購物狂都非常開心的是 就是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還有Cyber Monday 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折扣 一年之中 其中一個讓大家非常期待的日子 今天呢 為了要配合 就是購物這個主題 也是想要幫你們省更多 黑色星期五的折扣 然後還要再省更多 好不好 那就要跟你們分享 詩歌要怎麼樣在 不管是網路上面還是實體店面 可以省錢的小技巧 對你來說很有幫助 然後你覺得 哇 原來有這麼多其他省錢的方法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在下面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第一個小技巧呢 就是有一些像是 Cashback的一些網站 那這個呢就是我現在正在用的一個網站 這種Cashback的網站呢 就是當你買一些東西 然後結帳的時候 那個總金額 它會還給你可能百分之五啊 或是百分之八啊 就是看那時候的活動 所以說就是當你每次消費消費累積以後 就其實可以省蠻多錢的 第二個可以幫你省錢的好方法呢 就是有一個APP 它叫做Shopkick 已經用了差不多快要一年左右了 它這個APP呢就是基本上有 很多很多的小活動這樣子 那我自己呢是已經拿到兩張過 還是三張過 就是Sephora的Gift Card 就是加起來就是差不多三十塊的價值了 它還有配合很多其他的廠商 你用裡面的點數就可以去換那些Gift Card 這個點數要怎麼集呢 基本上它裡面會有很多 像是你可能看個裡面的廣告啊 超市買個東西 然後它就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scan哪一個產品哪一個產品 然後你就去找到那個產品 然後就去就是 掃它的條碼 那就有分數就會進來 連結你的信用卡 然後在某些商家買東西 然後它就會自動把點數就會扣進去 第三個呢是Google Google Google 現在網路那麼發達 你趕快趕快去Google上一年的黑色星期五 發生什麼事 基本上他們每一年幾乎的折扣都差不多一樣啦 去查說 喔 Black Friday Promotions 然後 2016 之類的 第四個呢也是Google好不好 你一定要去上Google查一下 就是XXX品牌 Coupon 它就會跑出來一系列 就是你可以用的Coupons 你就可以省很多錢 有時候會有一些Coats可以加進去以後 就會拿到贈品 免費的贈品為什麼不拿呢 第五個呢 星期五就是Black Friday開始 或是甚至感恩節開始 到星期一Cyber Monday 基本上呢每一天都會有不同的折扣大小 可能星期五衣服的折扣可能最大 那星期一呢可能化妝品的折扣最大 所以你們可能要去查查看 就是哪一天哪一些種類的折扣是最划算的 好第六個呢就是呢 在購物的時候不要忘記不要忘記先去看一下折扣區 在Clarence的時候尤其在Black Friday 它可能會是就是所有的購物金額 然後可能八折之類的 因為如果原本就已經在打折 然後你在打折就整個是超便宜 而且你有時候就是真的可以在過季商品找到一些好看的衣服 所以說先去看看Clarence有沒有好看的東西 第七個小技巧呢就是可以先去店面試穿衣服啊 試用化妝品 然後回家再用網購的方式購買 因為我發現呢很多時候官網他們都會有自己的活動 我覺得網路上買東西會有很多額外的一些小禮物這樣子 或是有一些折扣是只有網路上才買得到 如果說你不急的話其實可以在網路上面買東西 有時候會比較划算 但是也有一些時候是只有在店面本身才有折扣 第八個呢就是追蹤他們的社群網站 在社群網站講說 喔我今天什麼時間到什麼時間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折扣喔 你不可能隨時隨地都會跑去他們的官網check一下 追蹤他們的社群網站是最容易知道他們就是什麼時候會有折扣 然後最不會最不容易錯過的 第九個呢就是去過季商品的店看 像是Nordstrom Rack Nordstrom Rack基本上就是Nordstrom的過季商品店 當美國要過聖誕節感恩節這個時候 你們有發現化妝品公司他們會出非常多的value sets 那些value sets然後都非常的划算 已經很划算 但是呢在那個Nordstrom Rack裡面 他們會變得更便宜 像我在Nordstrom Rack有買過一個smashbox的一個眼影盤 原價我記得要一百多 然後他在就是去年的折扣 就是他原價的折扣好像是已經到六十幾塊了 在Nordstrom Rack他又更便宜 他整個折價到二十八塊還是三十塊 太開心然後就買下去了 第十個呢也就是最後一個 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折扣的時候就會 整個心動到不行 然後所以看到 啊這個原價六十塊 然後十塊你就給他買下去了 但是不能這樣 如果說今天這個東西其實在你身上看起來不好看 或是你覺得啊其實有一個破洞欸 然後但是他十塊好便宜喔 他買下去了 基本上你就只會可能 用個一兩次然後呢之後你就再也不會用了 那這樣子其實是真的非常不划算 尤其是這種大折扣購物錢 一定要思考清楚 帶個朋友家人一起去 我們先掃描過喔你想要買的東西 然後讓他們建議你 然後再購買 不然基本上很多人都會失心風 然後就買了一大堆自己其實根本都不適合 要不然就是有很多瑕疵的東西 然後像是黑色星期五 Cyber Monday 這種時候一定要腦袋更加的清晰 然後對 帶個朋友去掃描你的東西吧 那以上呢就是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十個購物省錢的小技巧 希望你們今天都有吸收進去 希望你們都有省到錢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非常非常有幫助的話 或是覺得有一點幫助好了 就幫我按一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關於美國購物交換學生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就在下一個影片再見吧 掰掰 我現在才發現我忘記夾 我忘記夾睫毛 然後我也忘記 忘記上眼睫毛搞的難怪 我覺得怪怪的 啊 怎麼辦啊 我已經錄了 很難過 好啦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吧 掰掰 好 剛才不知道為什麼聲音 我現在聲音有點沙啞 不知道為什麼 好熱 好熱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要穿這件衣服 因為現在整個人是超熱 但是我為了要配合 就是有一點秋冬的感覺 但是最近天氣還是很熱 最近天氣還是很熱